烟不声我柳如烟 扎到万古如长夜 如烟提醒你连好WiFi摆好姿势 正文开始 柳如烟 我要出国了 以后可能不会回来了 知道了 电话那头冷淡的女生顿了一下 旋即挂断了电话 我拿下手机 不出意外地看着已经挂断的通话界面 一股心酸仍然犯上心头 十年的交情 就算是家门口的流浪狗换条街套时 也该不舍一下吧 然而电话那头的女人却一点反应没有 所以说在她心里 没准自己真连她家里的狗都不如 毕竟那狗是人家和白月光的羁绊 站在阳台上 我对着柳如烟公司的大致方向 狠狠比了个中指 从今以后 老子不伺候了 嗡嗡嗡 手机上忽然弹出来一大堆微信消息 我才反应过来 刚刚把要出国的消息 群发给自己的好友们 然后在特意打电话通知的柳如烟 我赶忙解锁手机 看着一个个小红点的关心 心里泛气暖意 就连最工作狂 经常一两周不回消息的朋友夜发 都连发了十几条 夹杂着震惊表情包的语音仪表关心 我最放在心肩上的人 缺一点反应也没有 我图什么 一边回复着朋友们的关心 我一边认真从头到尾梳理自己的感情 高中的柳如烟很耀眼 即使在这里最好的高中 尖字声云集 他仍然是最夺目的一个 高冷的学霸本就受到追捧 更不用说他跳舞时展现的完美身材比例 即使他是个不爱出风头的人 那张脸也自动为他在学校里赢得名声 从不缺大胆的男生给他送着送满 我和柳如烟是同班同学 交集却并不多 就像看着有光环的学神一样 单纯的佩服 学神的存在 有一件事却改变了一切 那天我作为班长 让全班传着填写户籍信息 却不知传到谁哪里 那本厚厚的信息本却不见了 我自然着急 但每个人的回答都是不知道谁哪了 直到快放学也没个阴性 责任感让之前从不出错的我挫败无敌 感觉自己搞砸了 户籍信息每年都得更新 这么厚一本丢了不知道要不到什么时候 正当我心里焦脆的时候 之前从来没什么焦急的柳如烟 拍了拍我的肩膀 柳同学 我有些惊讶 找到了 柳如烟的话语总是很简短 我同桌那里 她睡着了 我越过她的肩膀 看到像是被柳如烟教训一顿后 模样可怜巴巴向她道歉的同桌 烦闷一下午的心情瞬间烟消云散 谢谢你 柳如烟把本子递给我后 顿了一下说 别逞强 没想到你是这么会关心人的性格 我嘴上开着玩笑 那时候我却知道 一颗小小的花肿 却开始在自己心里萌芽 总是习惯性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来 当然我也喜欢被人依靠的感觉 只是像今天这样的情况 唯独柳如烟发觉了 自己没控制住的情绪 录入完资料 夕阳已经写下 我伸着懒腰从办公室里走出 意外地又看到了柳如烟的身影 你怎么没回家 我家也是45路公交车 少女穿着干净的校服靠在墙上 什么 我看着黄昏点亮柳如烟的发梢和肩膀 有些出神 她这是一直在等我吗 被你追去 这一追就是十年 我们一起上高中 一起进入同一所大学 柳如烟还是那副冷淡的样子 我成了主动的那一方 无时不刻地想要参与进对方的生活 柳如烟的每一份作业 每一个项目 我都会努力地帮她查资料拉资源 生病急事更是一点不错过 她进了辩论队 于是我找论点论据帮她排练辩论 我的偏爱人尽皆知 明目张胆 就因为我觉得柳如烟也有一份对我的偏爱 不过她的性格让她闷在心里 毕竟 她只接受我这样参与她的生活 不是吗 有段时间我们从早到晚都泡在图书馆里 我会给她带早饭和水果 柳如烟也总是默默地接受 那时我以为 她已经默认了我们的关系 直到大三 她和纪博达的官宣照 发在了朋友圈和辩论队的大群里 我才明白 那份我自己为的隐晦的偏爱 只是我的幻想 她很好 还是简单的话语 那偏爱的意思却无比清晰 柳如烟太过分了吧 我之前以为她就是侄女不开窍 现在这样算怎么回事啊 受着我的好转头找别人 那时还是我室友的叶凡在寝室里破口大骂 直到被室友陈平安 看见我的脸色捅了捅她 才面色不善地住嘴 我反复退出又点进柳如烟的朋友圈 想知道这是不是什么真心话大冒险游戏 然而只等来的第二条秀恩爱的动态 到我身边来 配图是她和辩论队成员拿着冠军奖杯的合照 别人都被模糊了 只有她和纪博达在画面中央 并肩捧着奖杯 那冰山一样的脸上 因为注视着纪博达 流露出一丝柔情和骄傲 那是我从未见过的神情 还有脸发奖杯 要不是没有你帮她 叶凡气的说不出话 陈平安是个脾气温和的男生 此时也忍不住走到我身旁 搂住我的脖子 兄弟 没事吧 我盯着那个奖杯发呆 我帮柳如烟找资料改导的时候 如此希望她获得那个奖杯 没想到竟然成了别人初恋的正名 我扯出一个笑容 说了句自己都不信的话 没事 我对她也没有那个意思 说谎 我的偏爱人尽皆知 只不过 至今为止的一切所谓隐忍的偏爱 也许都是我的幻想 也许是我会错了一 柳如烟只把我当作朋友 一个恋人未满的朋友 还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朋友呢 柳如烟很快带我见了纪博达 准确地说 是带着纪博达见了她所有的朋友 她体贴地为她摆好座位 加菜 要温水 我这才知道 无论性格怎样冷淡的 人喜欢上一个人都会变得如此热烈 所有人都在小心地去着我的脸色 但我只是保持着从前以往落落大方 又可靠爽朗的模样 对纪博达说 你好啊 纪博达是个英俊型的男孩 西装的外套 清爽的短发 以及勾人的双眼 原来是这样的 我想这样的男孩 我也喜欢 我一点要怪纪博达的意思都没有 我和柳如烟从不是正式的男女朋友关系 我没资格要求柳如烟 更没资格要求纪博达 对方甚至可能不知道我的存在 柳如烟瞄了眼表现如常的我 不知怎么悄悄松了口气 然后转头握紧纪博达的手 向大家介绍他的男朋友 之后的日子 我强迫自己作为普通朋友和柳如烟相处着 或许是因为习惯 或许是因为我该死的责任心 还没把柳如烟画出自己的负责范围 直到纪博达出国 和柳如烟分手 那晚 我的手机接到了一个醉意的电话 赶到现场 柳如烟喝得鸣鼎大醉 眼睛在角落一眼不发 盯着他的脸 我从里面读出来了一丝 责怪 是在怪我来得太晚吗 我把沉得要命的柳如烟 抗在肩上送回家 他温热带着酒气的气息 喷在我的脖子上 有些发痒 终于费劲打开了柳如烟的家门 他堪堪靠在门框上盯着我 无言的沉默蔓延开来 忽然柳如烟靠近我 吻上我的唇 然后连他自己也愣了 猛地转身关上了门 把完全没反应过来的我关在门外 我只收到三个字 别多想 好像是对我这么多年的追逐 下了一句叛语 我们回到了从前那样 我像是自己的职责 一般照顾着柳如烟 毕业后我们进入同一家公司 我因为自己的能力备受重视 不过我一直把自己定位为辅助者 默默支持着主导者柳如烟大方光彩 灯灯灯灯灯灯灯 一阵微信语音铃声把我拉回现实 我看见是叶凡 赶忙接起 贺强 你发一句我就出国就消失去哪里了 我开会呢盯着手机半天等你回复 差点被我老板抓包 叶凡的问题一连串砸过来 为什么要出国 去哪儿 去多久 我被炮轰的连连道歉 答应和他约了今天的晚饭好好说清楚 一挂断电话 竟然收到了柳如烟的新消息 记得遛遛狗 我有事 柳如烟和纪伯达分手后 他们的狗自然飞不出国 交给了我 柳如烟并不喜欢宠物 于是我就帮忙添置了宠物用品 甚至遛狗 我每次遛狗的时候都在想 我为什么非得照顾这个 我喜欢的人和别人的爱情见证 还把这个爱情见证养得油光水滑 让柳如烟更好的怀念前男友呢 大概又是习惯吧 我第一次讨厌自己 如此面面俱到 事无巨细的习惯 可这下我都要远走天涯了 我竟然也憋不住几滴眼泪缅怀 只惦记狗的女人 果然只惦记同类 当我是狗保姆吗 我无语地删掉柳如烟的消息 赶紧出门和叶凡见面 免得这个急性子 一会儿杀到自己家里来审问 这位诗 没想到叶凡给我来了个大惊喜 我保持着自己得体的社交专用微笑 看向跟在叶凡身边的女生 干净的长发 秀气的眉眼 不像柳如烟总是没有弧度的眼角和嘴角 这个人笑盈盈呢 浑身上下写满了阳光 让我想起了植物大战僵尸里面 隔几秒就掉落阳光的向日葵 忍不住我弯起嘴角 为这个贴切的想象偷论 我带着失习生 一会儿吃完饭 我俩点回去加班 正好带他一起吃个晚饭 叶凡说道 抛出了一个合理的理由 不过我从他刻意装的无辜的表情里 读出这估计就是 叶凡试图让自己放弃柳如烟的又一位女嘉宾 向日葵女嘉宾笑起来格外的甜 哥哥好 我叫于又威 做吧哥哥 我很乖的 不给你们添乱 自己都要走了 还想着这些 我有点哭笑不得 但还是和向日葵一起入座 到底怎么回事 叶凡拉着我问 公司想拓展海外市场 想派我去 等于我就是那边的老大 生殖加薪的好事情 我说得尽量轻松 好什么好 叶凡忍不住说 你爸妈朋友不都在这里 我最了解你 你连楼下肉包都舍不得 怎么会想出国 肉包是我原来楼底下流浪狗的名字 最爱吃包子 我每天上班时都会给他买一个 最近要被人收养了 虽然开心还是很不舍 对了 柳如烟听到时事怎么说的 一只流浪狗而已 冷淡的眼神历历在目 是啊 一只流浪狗 自然比不上纪博打养的狗 那么金贵值得令人留恋 可如果我不是这样 连流浪狗都要不舍的性子 怎么会对这么多年 对我若即若离的柳如烟 也如此不舍呢 我也喜欢吃肉包 一只乖巧旁听的 于又微忽然冒出一句 显然是对着我说 哥哥要是不习惯 以后可以带给我吃 噗 干嘛把自己当狗啊 一旁的叶凡连连吐槽 刚刚又因为想起柳如烟的话 低落的我 却发现此刻自己的嘴角 正在不自觉的上扬 这就是向日葵的魅力吗 纪博达要回国了 我忽然发现 说出这些话异常轻松 柳如烟要把他挖到我们公司 我不讨厌他 但也不想这么看着他们呀 踏马 叶凡气得筷子都快掰断 又是这样的剧情呗 明明是你帮他站稳脚 跟着辩论队也好 工作也好 转头他就要把你的成果 用来讨好别人 我工作也是为了自己 他只是刚好 我弱弱的争辩在叶凡的死亡设限下 越来越弱 换家公司不行吗 于又微总是在刚好的地方插嘴 出国的话 就很难再见到哥哥了 而且哥哥你又没有做错什么 干嘛自己要走 若是面对以前 叶凡带来的心动女嘉宾 我肯定是得体客气的应付过去 可于又微诚挚又明亮的眼睛盯着 加上之前又被他的话逗笑好几次 我很难再那么疏远 可能哥哥我是笨蛋吧 我没注意到自己的语调带了一丝撒娇 叶凡的目光在我们俩之间来回打转 终于不怀好意的落在了于又微身上 这小牛 行啊 叶凡附和着说 不想见就换家公司呗 你一毕业就和柳如烟进了这家公司 也是时候跳槽了呀 明显换家公司是更好的选择 何必接受外调的安排呢 我沉默了 也许我再赌气吧 当初纪伯达出国和柳如烟分了手 自己也想用这种方式 和柳如烟彻底断绝关系 何必赌气呢 哥哥 我学姐最近的公司正在招人呢 学姐和我关系可好了 哥哥去试试吧 哪家 原来是那家 很适合你啊 贺强 是啊 哥哥又厉害又帅气 面试肯定没什么问题 那是 我们贺强年年都拿奖学金呢 哇哥哥这么厉害 还有什么世界 那可不止呢 我们贺强大学也是一堆堆人追 只不过他呀 我眼看着他们一唱一和 不仅盯了自己跳槽的事情 叶凡还像家长晒娃一般 向于又威介绍起了自己的种种事迹 连忙打断 我还没想好要跳槽呢 不行 你出国了我怎么办 叶凡软硬兼施 他知道我诡异的责任感 大学时他生病发烧 粗糙惯了准备硬抗过去 没想到你把他照顾得比医院里还妥贴 又是买药又是送水 在宿舍里守了他整整两天 我爸妈在外地 一个人留在大城市打拼 呜呜贺强啊 哥哥 其实我也一个人在大城市 好了好了 我有些无奈 看向于又威 刚刚还说你和学姐好姐妹绝对没问题呢 内心的孤独 于又威冲我眨眨眼睛 我其实自己也很不舍 之前说要出国 是我为数不多的赌气时刻 就是为了赌气给柳如烟看 希望他能流露那么一丝不舍 挽留自己 没准就是这样自己才知道 谁是真正关心自己的人 柳如烟 再见吧 我在心里默默说 之前的求而不得 若即若离让我越陷越深 决定放下时却异常轻松 叮咚 我打开手机 第一条是陈平安发来的 惊诧程度不下于叶凡的问候 想到他平时温和说话的样子和微信的反差 我又一次勾起嘴角 自己之前一直都太把柳如烟放在心上 忘记了这座城里还有很多爱自己的人 美好的心情在看到柳如烟的消息时瞬间毁灭 他发来了一个简单的问号 我从前都是立刻秒回 这次罕见的亮了他大半天 忽然一个二维码递到了自己面前 我抬头看 是余又威 哥哥 别因为一个女人不开心了 余又威若有所指 世界上的好女人还有很多 平时看不出来你小妞这么主动 叶凡在一旁嘖嘖称奇 家帅哥努力 一会加班也要努力哈 哥哥救我 于是一顿晚饭 我收获了一个新的工作机会 和一朵向日葵的微信 一切都好 像在往好的方向前进 吹着晚风 家门就被敲响 我打开门 穿着职业装的柳如烟 抱着双臂看着自己 你没溜狗 果然第一句话是关心狗 我发现自己的内心异常强大 从早上七个半死到现在 因为自己准确预测有些得意 没空 我拒绝得干净利落 你今天调休 柳如烟轻轻皱起眉 责怪之意不言而喻 我有些想笑 我休息一天 就得围着这个大小姐家的狗转 她面对我是好像永远只有两种表情 要么冷淡 要么像这样戴着淡淡的不满 好像从来没笑过 她是不会笑吗 不 我想起那天我去给图书馆里 给和纪伯达约会的柳如烟送散 两人靠在一起举止亲密 纪伯达贴在柳如烟耳边说了些什么 咯咯笑起来 柳如烟看着她 眼里尽是温润的笑意 她是会笑的 只是不对着我 我忽然想起了今天笑个不停的向日葵 明亮又温暖的笑意绽放开来 让我也轻松许多 你发什么呆 柳如烟好像有些不耐烦 敲敲敲门框 我欠你的 我忽然反问 什么 柳如烟一呆 没想到我会这么说 我欠你什么了 我轻笑一下 哼的一下把门关上 把一脸呆滞的柳如烟关在门外 这下抱了一吻之仇 我难得雀跃的想 甚至想找人分享 叮咚 微信恰好传来消息 我打开一看 是于又威 哥哥 叶凡哥把你的简历发给我了 学姐看了说很满意 你什么时候有空面试 下面跟着一连串欢乐的表情包 于又威真是一个让人看见就开心的人 我刚好把摔了柳如烟一脸的事情分享给他 我刚刚对他摔门了 终于发泄出来了 那个只知道问狗的渣女 天天问狗 以后就叫他勾女人 于又威立刻回复 哭吃和于又威撞了脑回路 我没忍住一下笑了出来 此时门外的柳如烟终于反应过来 他加大敲门的力度 贺强 贺强 考虑到他就住在自己家楼下 可能会这样没完没了地敲下去 我终于还是开了门 平静地看着门外不可置信的柳如烟 你干什么 柳如烟的皱眉弧度愈发严重 遛个狗 至于发脾气吗 这不像你 他的声音中似乎有不安 也对 我想自己从来没有对他说过重话 也许是自己的错 自己无底线的纵容让他忘了 我不是没有脾气 只是一直把他柳如烟捧在手心 柳如烟 我喜欢过你 你知道吗 我平静地开口 我我 思维还停留在遛狗的柳如烟一时节目 我不管你以前知不知道 现在知道了吧 我盯着柳如烟的眼睛 那双我曾经最喜欢的 永远保持着冷静自尺的眼睛 如今罕见的慌乱 让暗恋你的人遛你前男友的狗 合适吗 半分钟的沉默后 柳如烟又恢复了往日的克制 我们一直以来都是朋友 是啊 朋友 我自嘲地笑了笑 永远比不上纪伯达的一个朋友罢了 抱歉 狗你还是自己遛吧 他快回来了 不是吗 我和他 柳如烟再次开口 我和你 我打断了他的话 以后就当陌生人吧 然后再次关上了门 这次 柳如烟没有再敲门 大概是自己提到了纪伯达 他也反应过来 得趁纪伯达回来前和自己保持距离 免得纪伯达误会 真是个绝佳女友 我想起第一次见纪伯达的那场饭局 自己去卫生间 回来时刚好听到的对话 有人看不顺眼柳如烟 故意在纪伯达面前提我多么多么好 贺强学长是挺帅气的呀 上次我们公众号上次就采访了他 又英俊又厉害 嘿嘿嘿 挺普通的 柳如烟忽然开口 顿了顿又不到 没有你好 你天天胡说 没有 柳如烟还是语气淡淡的样子 说出来的话却让我如坠冰角 我高中和他同学三年 他没什么特别的 一边默默搂住纪伯达的手 那晚我仓皇逃走 连个道别都没说 从回忆中清醒 我对自己说 是我一直在骗自己 没错 忽视他只针对我的冷漠 忽视他对纪伯达的与众不同 紧抓那只有自己珍藏的回忆 追逐着他的背影 而我自己又何尝不是纵容这一切 越来越糟的帮凶呢 我对自己说 是时候该做出改变了 我去公司提交了辞呈 上司有些遗憾 不过还是客套的助我以后顺利 这几天交接完一下工作 我就可以正式离职了 我出办公室的时候遇到了柳如烟 对方的脸色并不是很好 你要离职 怎么不和我商量 柳如烟挡住我的去路 我不离职 纪伯达坐哪里 我发现自己现在对上柳如烟 不对上几句就难受 不过这样可比以前痛快多了 你和他都可以留下 柳如烟试图和我在说什么 手机却不合时宜的想了起来 头像是一只白色的狮子 那是纪伯达的微信 快接吧 他马上入职 你得好好照顾他 我绕过柳如烟试图往前走 却被他一把抓住手 你怎么忽然这样 我从柳如烟的语气中听出一丝交集 手里的项目最近正是紧急的时候 处理完在 处理完然后马上出国 不妨爱你和纪伯达 手腕上的力道让我的语气愈发的差 办公室里已经有人往我们这边看 我并不想成为别人的谈资 既博达的专业 和实习都和我们公司不对口吧 没有你的力减和担保 他会来实习 他对我们行业感兴趣 都是校友总要帮忙 我们也是校友吧 我忽然发笑 那你也帮我一个忙 别再出现在我眼前了 松手 想被老板以为办公室恋情吗 听到这句话 柳如烟反而猛地松开了手 似乎生怕别人误会 我冷哼一声 转身离去 身后的柳如烟凝视着我决绝的背影 眼神晦暗不明 他有些迷茫 自从那个出国电话开始 一切都变了 为什么你变得如此陌生 他勉强整理好自己的情绪 不让人发觉地回到公位上 桌子上还放着我前几天 帮他整理的项目资料 还有怕他错过午饭准备的 一包包小零食 不知为何 他有种预感 他以前细微长的这一切 都不会再回来了 离职事件开心的事情 却被柳如烟搞坏了心情 于是晚上我又约了叶凡 叶凡自然是一口答应下来 想到之前他和于又威的良好氛围 当晚又抓上了于又威 这不是给你看看美女养养眼吗 我可没强迫他 叶凡捧着咖啡笑嘻嘻 在欣赏我们坐在一起的样子 简直是一副和谐的美景 对了 这是友邦发来的招待票 今晚的舞台剧哦 你们俩去看吧 特强别想着那些糟心事了 好好转换心情了 说着递给我们两张票 你不会又要加班吧 我担心的拍拍叶凡的肩膀 你们公司真是压榨人 我们这行就这样 叶凡无所谓的耸耸肩 然后一转身猛的拍在于又威肩上 你可要好好照顾贺强哦 好的 贺强哥哥今晚就是我的男神 于又威煞有其事的拍拍胸口 一本正经的样子逗得我又笑了起来 每次见到于又威好像都很开心呢 我在心里想 走吧 哥哥男神 于又威站在车前 为我拉开车门 我们和叶凡告别 一起坐上了车 这好像还是我和于又威第一次单独相处 我注视着被昏黄露灯 染得暧昧的于又威的侧脸 不对 其实也只是第二次见面吧 相处的却这么轻松自然 你刚刚开始实习吧 感觉辛苦吗 我忍不住想和于又威交谈 我会努力的 于又威忽然回答 不像之前那么活泼 但专注的眼神落在我脸上 却有些发烫 哥哥已经这么优秀了 感觉很难追上啊 追上 是指工作上的 还是 狭小的车内空间里暧昧横升 长江后浪推前浪啊 我觉得如果光线明亮一些 一定能看见自己微红的脸 但还是转而认真的和于又威说 我相信你很优秀 只是时间问题 于又威轻轻一愣 随后恢复过来 捂住脸假装要落泪 声音闷闷的 我好感动 怎么办 想一声相许 你给我认真工作了 我轻笑的敲她的头 演出厅内 于又威拉着我的手臂 注意脚下的阶梯 和别人的交往过程中 我往往是更妥贴的那一个 当然也会更消耗精力 但和于又威相处时 却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我看着认真找位子的于又威 轻轻笑起来 原来被人照顾是这样的感觉 贺强学长 一道熟悉的男生 打破了我们之间的氛围 我寻声转过头 竟然是纪伯达 正惊喜地冲我挥手 这么说他旁边坐着的女人 我转移视线 果然又是柳如烟 柳如烟稳坐在座位上 纪伯达的手臂搭在他肩膀上 演出厅内的光线昏暗 我看不清他的表情 学长耶 是哥哥的同学吗 于又威好奇地凑过来询问 温热的气息喷在我的耳朵上 让我不经意懂 不好意思 害怕我不舒服 于又威赶紧回撤 像做错事情的金毛 别在意 我冲他一笑 发现自己并不讨厌于又威的靠近 大学时候的学弟 旁边是他女朋友 旁边是狗女人 我压低声音和于又威说起了悄悄话 只有我们两个知道这个特质 两人对视片刻 又一下子笑起来 场面十分搭配 柳如烟脸色铁青 看着前面说说笑笑 怯怯思语的两人 气场低到一边的纪博达都发觉了 哎呀学姐 不好意思 非拉着你陪我看舞台剧 柳如烟收起脸色 轻轻摇头 是他担心纪博达刚回国 不适应才陪同的 他的视线落在我身上 我此刻又被身边女人的话逗得知晓 那是他从没见过的 轻松又开朗的样子 他的拳头不禁钻井 舞台剧落幕时已经很晚了 我刚从洗手间出来 就又撞上了柳如烟 他是谁 柳如烟直接开口质问 和你没关系 我看也不看他一眼 掏出手机给余又微发信息 问他在哪 你才说喜欢我 就一心别恋 这句话甚至有些促意 是喜欢过 不是正在喜欢 我好意地纠正他 我不准备否认自己前十年的胆情 那是我曾经的选择 最坚定的选择 只不过到了该放弃的时候 你的喜欢就这么廉价 你和他才认识几天 我没想到有一天 能从柳如烟嘴里 听到这样近乎刻薄的话 他不廉价 我看着这个如今 让我有些陌生的柳如烟 一字一句地说 我也不廉价 只是在你眼里我一文不值 哥哥 一股力量拍上了我的肩膀 我转头 撞进了余又微温柔的双眼 刚才的话你都听到了 我订的车已经到了 我和你回去 他搂着我的手臂就要走人 末了像柳如烟露出一个得意的表情 像是炫耀一般 不过我并没有看到 柳如烟盯盯着我俩的背影 如梗在喉 想开口叫住我 说他送我回去 却发现自己没有立场 我和余又微又坐在车里默默无言 我想刚才的话余又微听到没有 他知道柳如烟和我的事情 会不会觉得自己在拿他当挡箭牌呢 要不要解释一下 可难道要说我 对你一点那样的意思都没有 是不是又有些伤女人的心 而且 我偷去一眼余又微 我对余又微确实也有一些好感 越想就越纠结 哥哥 余又微忽然喊我 什么 不用考虑那么多 他认真的看着我 好像看穿了我所有的内心想法 和我相处轻松一点吧 好知道了 刚才的纠结忽然烟消云散了 晚哦 哥哥 余又微站在我家楼下 非闹着要看我上楼才离开 那你看到我家灯亮后赶紧回去吧 我拿他没办法 如果想我的话可以闪两次灯哦 余又微在背后笑着喊 这人 我很无奈 上了楼还是开关了两次灯 手机上马上收到一个可爱的猫猫 投表情包 这样可爱的互动 让我入梦时嘴角都带着笑语 像之前约定的一样 我去余又微介绍的学姐公司面试了 面试进行得很顺利 很快我就入职了新公司 没有了时时刻刻为柳如烟考虑的束缚 我发现自己远比之前更适合管理和领导 是啊 我高中到大学都一直是班长 别人避之不及的麻烦 我却喜欢这样负责一切的感觉 被人依靠 被人需要 因为柳如烟 我差点丢了自己 职场顺利 情场更有波澜 余又微约我吃了好几趟饭 谁能拒绝一朵会对你笑得像日葵吗 我发现我们两个意外的合拍 喜欢狗 喜欢悬一片 于是余又微天天中午来公司缠着我吃饭 惹得办公室的人笑称多了一个边外员工 没办法嘛 余又微今天中午又来准时打卡 递给我两盒便当 哥哥饿到怎么办 我也揉揉他的脑袋 递给他提前买好的饮料 哥哥今天的工作多吗 余又微坐在休息区的高脚椅上 乖得像是树枝上栖息的鹦鹉 刚刚入职 工作量不算太大 我习惯性的为两个人拆饭盒 正准备起身去拿些纸巾 我来吧哥哥 余又微一下把我按回座位 不给我反应的机会 回来的时候手里甚至带了两份小甜点 说是隔壁办公室送的 你还真是小太阳一样 我忽然想起来我和柳如烟刚入职的时候 也是这样一起在中午吃饭 柳如烟默认我负责一切 有时甚至他买回来的便当放凉了 都懒得看一眼 光顾着低头回工作消息 那时我还心疼他呢 觉得他忙于打拼都把胃搞坏了 变着法的给他加餐 现在想想 难道我那时候就不辛苦吗 也没见柳如烟反过来关心过我几次 哥哥 你和我在一起的时候老是走神 余又微放大的委屈脸忽然出现在眼前 哎呀 真不好意思 我回过神 自己和余又微在一起时 因为被对待的差别太大 于是老是把他和柳如烟做对比 我不禁有些愧疚 自己现在这样享受余又微的好 心里却惦记着别的人 岂不是和那时的柳如烟一个样子 不行 自己绝对不要成为曾经最讨厌的样子 为了补偿你 明天我去找你 给你带我做的饭吧 想吃什么 我笑眯眯的看向余又微 对方本就明亮的眼睛此刻惊喜的闪耀 哥哥真好 不要累到 晚上我熟练的在厨房忙活着 每一个合格的打工人为了减少开支 迟早会有一手熟练的厨艺 余又微喜欢吃什么呢 我努力做的妥贴 咚咚咚 又是敲门声 来了 我以为是快递 打开门又看见柳如烟那张死鱼脸 他从前只是冰山一般 没有表情而已 如今面对我却天天丧着脸 好像我辜负了什么一般 有事 我和纪伯达什么都没有 柳如烟脱口而出 他这几天天天看着余又微 像个凡人的跳蚤一样和我一起下班 虽然一次没有上门过 可我们在楼下去要告别很久 和我无关了 我有些无语 准备关上门 等等 柳如烟撑住要关上的门 你不是喜欢我吗 我们在一起 听到这句自己期盼了十年的告白 我心里却只有玩味 柳如烟 听到我喊他的名字 柳如烟眼神一亮 你这和施舍一样的表白 对得起谁 我不知道柳如烟这几天的态度大转变 是发了什么疯 我们明明一直都在一起 一直这样不好吗 柳如烟的语气难得有些哀求的意味 家里的狗狗很想你 我们从来没有在一起过 我无情地指出 是你和纪伯达在一起过 我我 柳如烟颓废地低下头 给彼此留一点脸面吧 照顾好小狗 这是你的责任 我关上了门 随后靠着门沉默下来 我还记得我们高中毕业那天 许多人都成的最后的机会表白了 我也愁愁着走到柳如烟旁边 柳如烟 你大一起去吧 没等我说完柳如烟忽然对我说 语气里是坚定和期望 好 我有些欣喜 认为这是柳如烟对我一起共度未来的邀请 我的眼前闪过很多个片段 我和柳如烟坐前后桌一起讨论题目 我坐在舞蹈室门口边 等柳如烟练完舞一起坐四十五路回家 我和柳如烟一起站在领奖台上领奖 并肩而立 我们怎么会变成如今的样子 我长叹一口气 第二天 我如约去了余又烟的公司给他带便当 余又烟抱着便当不肯撒手 说要回家供起来的夸张样子 让我忍俊不禁 叶凡把他拉到一边 神秘兮兮的问 你们俩最近进展怎么样啊 你又八卦 我垂了下叶凡的肩膀 我和余又烟现在是什么关系 也许就差最后一脚 就像我和柳如烟当初那样 不过有时候 错过了踏出那一步的勇气 就是永远的错过了 余又烟会和当初的柳如烟一样吗 我看着余又烟努力吃着我的便当 鼓着腮帮子的样子 转而又考虑 柳如烟对我的影响真的全部消退了吗 现在和余又烟在一起 会不会只是把他当作转移注意力的替代品呢 那样对他公平吗 哥哥 你又乱想咯 余又烟凑到我眼前认真观察 他总能发现我纠结的想法 然后轻松的解决 我想余又烟绝不是什么打发空窗期的备胎 不想了 快吃饭 下午工作做不完夜凡会发飙的 好可怕 另一边 就是这样 谢谢学姐最近的照顾 我决定还是去另一家公司 比较符合我的专业 纪伯达笑着对柳如烟说 你在我们公司会轻松很多 柳如烟替他考虑 我不是小孩子了 学姐 我知道什么最合适自己 纪伯达话头一转 我也想成为和贺强学长一样可靠的人 有明确的目标 所有事情都处理起来得心应手 而不是像我一样手忙脚乱的 你这样也很好 和你相处总是很轻松 你太有自己的想法了 纪伯达忽然认真的说 柳强学长这样温柔又强大的人 一直是我的目标 他和太阳一样 照顾周围所有的人 我很佩服了 柳如烟沉默许久 这么多年他习惯了你的细致 哪怕刚入职时 听到周围的人都在夸奖你的可靠 他也习以为常 当作普通的客套 就像鱼在水中酒嘛 就忘记了水的存在 被纪伯达这样一提醒 他竟然有些不习惯 出国的这几年 你也变了很多 纪伯达一笑 转移话题 小狗还好吗 当初我们一起买他 却因为我出国 把他丢给你照顾 如果你现在太忙不方便了 我也可以继续照顾他的 小狗也老了 要好好照顾 提到小狗 柳如烟更加沉默了 他有些不想让出他 心底期望着你哪天再来看望小狗 但那天的对话 让他意识到自己这么多年 根本没承担起多少照顾狗的责任 只是享受着你的介入 你来接小狗走吧 晚上柳如烟独自回到家 发现自己的家忽然变得额外冷清 绿植没人打理有些发黄 发皱的衣服随手丢在沙发上 冰箱也空荡荡的 他才记起已经没有你 老是假借着买多了的借口 填满他的库存了 小狗见他回来 摇着尾巴银河上来轻轻叫着 怎么了 柳如烟才发现是自动卫士机库存空了 找了半天才从房间里找到狗粮填满 这些事从前都是你在处理 他坐在沙发上 不得不承认 他已经习惯了你遍布他的生活 他是个一门心思投入工作的人 不屑在乎日常那些琐事 殊不知 只是因为有人妥贴的帮他全部处理好罢了 而且那个人 哪怕负担了两个人的琐事 工作上也丝毫没有落后 只不过愿意后退一步 让他先发光罢了 如今那个男孩要自己去发光了 柳如烟深深把脸埋入手中 空气冷清的发闷 他想你了 楼下的我家却很热闹 大学室友陈平安出差来这个城市 他和叶凡一锤定音 决定在你家来的男生之夜 怀念大学时光 男生之夜 你来干什么 打开门的我 笑问提着一堆零食饮料的余又威 怕你们骂女人骂得不过瘾 来提供火把子 余又威努力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就是他 陈平安在一边和叶凡窃窃私语 然后对视一眼 闭口同声说 贺强 我们饿了 给我们买奶茶 五分钟后 我和余又威一起走在去奶茶店的路上 我有些不好意思 辛苦你 陪我来买奶茶了 他们俩就爱闹 没有 能打入男生之夜内部 这点代价完全没问题 余又威元气满满 你目的不纯哦 小坏蛋 只对着你 余又威忽然停下脚步 定定开口 我一呆 两人就这么在夜晚的街道上 无言对视 哥哥 余又威开口 又改口 贺强 我知道你可能把我当小孩子看待 但是 他愁愁着开口 我也不否认 一开始我确实想着 如果是扮演妹妹这样的角色 你会对我更没有防备性 但我一直都是以一个成年人的身份 认认真真的喜欢你 余又威接过我手中的奶茶 我不想在你失恋的时候承虚而入 所以一直没有说出口 贺强 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 少女的眼神一一发光 宛如夜色中的太阳 他从第一次就喜欢上我了 我有些发愣 看着对面的余又威的脸色有些微红 我知道你觉得我可能还小 但我是认真的 我也怕再不说出口 你以后真的拿我当妹妹了 叶凡哥说我马上就能转正 我家里条件还过得去 停停停 看他开始介绍自己的家庭 我哭笑不得打住了他 然后整理情绪 认真的开口 余又威 我也喜欢你 所以 余又威唇角不禁勾气 如果真的是条金毛的话 一定再咬尾巴巴 我们在一起吧 我看着他笑眯眯的说 好爷 哎呀 别抱得这么紧 奶茶 奶茶要洒了 远处的柳如烟牵着小狗 无言的看着这一切 小狗明天就要被接走了 没有你 他终于想要承担起主人的职责了 心里还抱着六狗能见你的想法 你们在一起了 柳如烟看着远处抱在一起的俩人 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 是他一点点弄丢了你 明明是他先遇到的你 先知道你那颗温柔的心 先陪伴在他身边 只是他习惯把想法憋在心里 他觉得你是他的同类 于是相处之间无需多言 只需一起前进 他对你说 一起去一大把 于是你就毫不犹豫地跟上了他的脚 他习惯了你的好 以为这只是你的周到 忽略了他始终是特殊的那一份 放在第一位的那一个 他真的不知道吗 也许是知道的 只是他选择性的忽略 害怕正是那份感情 会让他们的关系不再稳定 这样不就很好吗 一直以朋友的身份 永远在一起 继伯达的出现 让他的生活有不一样的感觉 你总是先踏一步 考虑好所有事情 也不需要他操心 而继伯达却时刻跟在他后面 问这问那 还会用崇拜的眼神看着他 其实继伯达自己也很优秀 但仍然会乖巧地向他讨教 佩服他的想法 如果你也能这样就好了 柳如烟不经想 你总是更冷静 哪怕在当初以成绩至上的高中 你对他也是平等的竞争对手的佩服 带着这样投射般的喜爱 他和继伯达在一起了 你并没有介意 你大方帝祝福饭局上的我们 所以你果然能理解我吧 能知道我喜欢继伯达这样的崇拜 那为什么不肯变一下呢 永远只是默默的 不争不抢却照顾到所有人 柳如烟如今明白 他无法要求别人像相片一样 按他的想法随心所欲的改变 你的魅力就在于你是贺强 不轻易认输的 像呼旦一样 把周围的一切保护在你对于一下的贺强 这样的人怎么会盲目地崇拜一个人 他为你这一点着迷 却贪心地想要更多 享受着你妥贴的照顾 却还高高在上地对你一只气势 说你怎么不能再符合一点我的心思呢 明明有无数个时机 他可以再进一步 说出自己的感情 你也不会离开了 荒唐的感觉弥漫上心头 他看着前面已经并肩而行的俩人 他就这么永远失去你了 如果他能读那么自负 放下身段哪天对你说一句 换我来照顾你 会不会 我们之间会有更好的结局 柳如烟感到面颊一凉 是自己的眼泪 再次见到你 是在镜岛会上 你完美的方案被你演绎得更是无懈可忌 甲方连连点头 没有悬念的胜出了 同事戳戳你 贺强可真厉害 比以前当同事的时候更牛了 哎 神队友总在对面啊 泽泽 柳如烟注视着人群中心和甲方握手的你 你在闪闪发光 公司楼下 他看见你的背影 想追上去说几句话 贺强 这里 熟悉的声音打断了他的行动 是于又威 那个出现在你身边的女人 于又威打开车门 兴奋地和我说 我学姐说你可厉害了 甩别人的方案好几条街 果然我的强强最厉害了 今天晚上给你做好吃的 嘴越来越甜熬你 你笑着捏捏他的脸 今天上班怎么样 那是他们俩之间不会有的轻松氛围 真挚地说出自己的想法 明目张胆地偏爱 柳如烟默默注视着你们一起上车 颓废地垂下头 他彻底输了 车上 你若有所感地回头看了一眼 怎么了 强强 东西忘了 没有 你轻松开口 再想点什么硬菜来考验你好 哇